大家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愛心手提袋 這個愛心手提袋看起來很小 可是可以裝很多的東西喔 我們先來看看用的材料 我這次的表布使用的是麻布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還有單膠棉 然後再兩片內裡布 接下來準備一些紅色的小布條 然後再兩塊底布 一張冷凍紙 做提拔的後部秤 還有一個長條的提拔布 首先我們先準備好這塊胚布 然後把我們喜歡的紅布 正面相對 跟這塊胚布遮縫在一起 我們縫分車0.7就可以了 打開之後先把布刮平 再預備下一塊紅色的布 車縫的位置可以隨你自己的喜好來調整 同樣的方法 我們再車縫另外一塊布 一定要整個蓋住我們的胚布才可以 一定要整個蓋住我們的胚布才可以 車縫完了我們翻到背面 沿著胚布的旁邊把多餘的布剪掉 把整齊的邊跟我們的另外這塊布 拼接在一起 你覺得自己的肚子 我們要先把木頭的肚子 然後再打開 所以我們要先把木頭的肚子 切成小塊 把木頭的肚子 然後再打開 然後再打開 我们把刚才拼接好的布稍微整趟一下 准备一张9公分正方形的纸 我们把它对折一下 在上面稍微画一个爱心的图样 画了半边的爱心图样打开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爱心图 把多余不要的布剪掉 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的冷冻纸 在纸的这一面 把爱心画好 中间的部分不要了 我们就沿着线把它剪整齐 我们把有辣的那一面放在布的背面 稍微烫一下 冷冻纸就会轻轻的烫在我们的布上面 我们做一个0.7公分的记号线 沿着线把它剪开 沿着线把它剪开 中间的爱心布我们是不要的 我们帮它剪一些牙口 中间的爱心布我们是不要的 尖角的部分 尖角的部分牙口要减深一点 把缝份的布往外剥 把它烫平 用布用膠稍微把這些縫份黏在冷凍紙上 這樣就有一個很漂亮的愛心的圖形 我們把剛才拼接好的紅色布放在這個愛心的洞下面 找好你喜歡的位置 稍微固定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幫它做貼布縫了 貼布縫的花樣你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 我們的幅寬是1 針紙是0.8 直線遮縫的時候你要遮縫在紅色的布上 勾的時候請你勾在 然後把它貼布縫完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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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方法你可以再做兩個 在另外一面布上 我們翻到背面要把多餘的縫份剪掉 縫份大約留下0.7公分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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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剛才黏在冷凍紙上面的布剝開 再把冷凍紙輕輕的撕下來 這個冷凍紙還可以再做 接下來用單面膠 把有膠的那一面放在你的布的底部 把它輕輕的燙好 不要把我們的鋪棉壓得太扁 輕燙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畫等會要壓線的位置 大約在愛心往外的0.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你可以再多畫一些45度線 也做壓線的記號線 你可以再多畫一些45度線 這些線可以隨你自己的意思 隨便畫 按摩 按摩 我们先用红线来压缝我们的爱心 我们压缝的时候 我们的针目是3 请你压缝在内缘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刚才画的记号线 通通压缝完毕 就像这样子 我使用了两个颜色压线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接下来做提把 我们把后部秤烫在提把布的中间 把缝分也往内折烫好 接下来再对折烫 都折烫完后我们要帮它压线 压缝一样针目是3 上下的布边都要对齐 两侧都压缝完毕 两侧都压缝完毕 这样就有两个提把了 我们先在我们的表布上面做好记号 找到中心点 距离中心点约4.5公分 左右两边都一样 把提把先固定一下 另外一边的方式也一模一样 先去车缝固定起来 把这两片表布正面相对 我们待会要接缝 内里布也是一样 要记得要留12公分的返口布车缝 表布的接缝缝分分是1公分 车缝铺棉的时候 请使用均匀压布角 就像这样子车缝完一整圈 内里也是缝分1公分 车缝到返口的时候记得要回蒸 把内里布也车缝一圈 表布车缝完之后 我们要来帮它做一个底角 缝分左右打开 先把中心点对齐 我们做6公分的底角 所以3公分要在正中间 内里的底角方法也一模一样 内里的底角方法也一模一样 接下来就把它们车缝起来 接下来就把它们车缝起来 接下来就让我们车缝起来 记得她的左边 直播车缝纹 红野团 接下来就成了 效果 准备 快队 拧打开 组合 把多余的缝分剪掉 我們把內袋翻正 放在我們的外袋裡 這兩個袋子要正面相對 先把左右的邊邊都對齊固定好 再把他們部邊都對齊固定 上面遮縫一圈 車縫的縫份也是一公分 車縫完畢之後我們從剛才的反口 把我們的袋子翻回正面 把布邊整理好並且固定住 上圓要車縫一圈 我們這次壓縫距離邊邊0.7公分就可以了 壓縫的蒸目也是3 我們同時也把我們的反口縫合起來 距離邊邊0.1公分或0.2公分都可以 這就是我們完成的樣子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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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